他們主持的方式就是不管你講什麼話 他都會拉長音 所以他每次他的口頭禪就是 All right 待機多屌 待機多屌 日本人連說大X都很有職人精神 我們三個人現場都吃了兩顆 然後我們就集體斷片了 上一秒我們在拉麵店吃拉麵 我就說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拉麵 搭著肩膀 那我們要去地鐵 再來搭地鐵 賀龍透售大嘻哈主持人 凱莉演藝 我最受不了的是 我在主持大嘻哈時代二的時候 我認識了嘻哈界的主持人 他們的MC 哎呀賀龍才開口就火力全開 2號舉辦的喜劇拼盤秀 舉拔高峰會 早來八位戲劇演員互相廝殺 光是這四位先發主將 就足以讓觀眾笑得肉鬥聽 他們主持的方式就是 不管你講什麼話 他都會大腸音 所以他每次他的口頭禪就是 All right 待機多屌 有了 大家好 我是素人 嗚 嗚 嗚 待機多屌 他會講台語 所以他就是主持的時候 不只去維拉長音 他喜歡 你去外面點個那個 胡鬚章你也這樣講話 All right 胡鬚章的老闆 給我來一碗 The traditional Taiwanese dishes 這是歐雞 滷肉飯 還要切一碗 The cheeks of pork 水皮吧 And the last but not least 燙 青菜 很大碗 一顆巧克力是5mg 這個量對我來說很少 我在美國都當金沙在吃 絕對不要這樣做 非常蠢的行為 因為超級無敵爆膜 日本人連做大X都很有知恩精神 我跟我老公還有姊妹 我們三個人現場都吃了兩顆 然後我們就幾乎斷斷 上一秒我在拉麵店吃拉麵 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拉麵 搭著肩膀跟我們要去地鐵 再來搭地鐵 那就斷片了 下一秒我們就躺在地鐵站的入口去 而且是那種日本人要這樣跨過我們 三個人才能BB進站 兩個禮拜前我們公司健康檢查 然後我忘記醫院現在還要戴口罩 所以我就跑去旁邊的藥局 我想說買一片口罩 然後我就問說可不可以 我會只買一片他說可以 然後去後面拿一片過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一片多少錢 他說不用錢 幹 講笑話來聽聽 他說這個臭傢伙 他第一眼就認出我是誰了 整個過程他想說我等一下要怎麼裝酷 吸引博恩的注意 講笑話來聽聽 我馬上叫做說藥局 你們如果那個憂鬱症的藥漲價 會讓憂鬱症更嚴重嗎 他說 十塊錢 我害了我害了 這位演員其實他真的很忙 他忙我也忙 我們交往兩年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長程的旅行機會 我們曾經去年本來想要一起去日本 我們機票都買了 然後也準備要去環球影城 後來取消行程的原因是因為他爸爸過世 但只有一個東西賣不掉 USJ的雙人套票賣不掉 所以我就在IG上面PO說 拋售大阪環球影城 雙人套票 異者內洽 他PO我也PO 我們的共同朋友 就來傳去其他 他說 還好啊 你們怎麼了 這不是信像被發現了 沒有 沒有 他沒有發現 他玩笑了 他玩笑了 我就回答他們 他們就回答說 那就好